第二天的观察场地是另一家超市的收银处 同样的 购物结束的老人正在准备买单 这个是十块八毛钱 十块八毛钱 一起一百二 一起一百二 对 三十三十五 还差二十六块七 三块四块五块 能不能快一点老人家 快一块钱的数 你要数多久啊 这对我后面这么多人等着你呢 您能快一点吗 全是 你就数个钱都要数两分钟了 这一次 观众的目光很快聚集了过来 我不是不等您是您这太慢了您知道吗您能不能快点 哎呀我年纪大了快不了啊 能不能快点啊人家买不了就别买了好吧 我找一找啊 买单 买单虽然看似简单 但对老人而言却是耗时耗力 一 面积大了 二 记忆力不好了 三 东西买多了 就 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钱 应该买多少东西 目睹这一切 人家会怎么做呢 我找一找啊 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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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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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帮您付 您帮我付 是 剩下的我帮他付好不好 并无多言 男生直接递过了自己的钱 我退吧 谢谢 谢谢你 现在吧 够的钱我退点东西 好吧 要退这个是吗 要退那个 我退了 退了怎么办呢 我师父又想吃 我再找找看 那么这两个退了吧 这两个退 生活够了吧 可以 可以了 好好好 至始至终 男生一直静默站着 但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这些东西 待会儿我再拿钱来买 这些是吧 我们原以为 老人已经结束买单 本组观察便告一段落 帮我把他拿 可以了 但男生接下来的行动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到你会怎么做 今天节目关注的 是需要帮助的老人 上节中 老人本已经买单结束 但故事却还在继续 让我们一起回到观察现场 他不愿意因为老人没带钱 然后让老人就放弃购买意愿 他替老人接下来买 他要分开装 就是打算上去给 肯定的 他分开装 跟自己的东西分开装 这些吗 主要是老人家的 我都要 男生给我个袋子 好 这些都是不刷的吧 刚已经扫过了 镜头中 男生的动作 看上去有些不羁 男生还顾虑着 要主动买单 行 等一下 这件事情是无声发声 说把那些分开包装 为了方便他 立刻就能追上 已经走出三四米外的老人 跟他一起排队的年轻女孩 是拿出了手机 手机屏幕一闪十二维码 有些善意 是以配合的方式 无声地出现 等一下 我要去 快点 给你 帮助 没事 没事 睡的怎么好 你赶紧回去吧 孙子还在等着呢 原来 看似不羁的他 却有着细腻的内心 如果说第一次递钱 是男生对一个陌生老人的关心 那么显然第二次的帮助 已经夹杂了一些别样的情感 这是一种特别深厚的情感 然后孙子要吃那袋糖 就想起爷爷奶奶小时候 给自己买个糖 所以哪能退啊 一袋未买单的零食 本是老人对孙子的糖爱 现在又携带着另一份孝心 被送至老人的手中 这小小的一袋零食 蕴藏的已不只是善意 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嘛 特别是她说那包糖 她孙子要吃的时候 哎呀我退了 退了怎么办呢 我孙子又想吃 我就觉得天哪 如果把她孙子的糖都给退了 那老人家怎么回去 怎么哄笑还是开心 然后以前我很辛苦 年少时的疼爱 是男生记忆中的温暖 而在今天 这份温暖 转化成了对老人的慰藉 镜头里面看到你 一直保持着非常克制的表情 我就觉得如果 如果为了一个老人 然后我要跟另外一个女孩子 要吵起来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老人家一直说 这样子她肯定很过于不去 然后我就说 其实这没什么 我也有爷爷奶奶 而且爷爷奶奶从小就对我很好 就如果在外面 我能看到一个老人这样子 我觉得就像看到自己爷爷奶奶一样 一个陌生人就这么对我爷爷奶奶 我肯定觉得很过分 就突然想到自己 爷爷奶奶要是在外面 也遇到这样的人 如果还有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 或许能更好一点 最后 让我们也回馈给男生一份 小小的礼物吧 我觉得最后 咱们节目组真是特别有心 尤其是我们这位老爷爷 我们的男演员 把这包糖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包糖特别有相争意义 你看刚才 我们出手的这位男士 他就是一下子在那种场景里面 想到了过去跟爷爷奶奶 在一起生活的一些画面 想到了 如果今天我不帮他 他拿什么回去哄小孩子开心呢 实际上 他到最后是有坚持的 差21块钱 然后不要了 然后递钱的时候说不要 我替你结账 直接把他买下来 变成继承事实 塞给这个老人家 他这个坚持来自什么 他一说他从小 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大概我就明白了 他说看着爷爷奶奶很辛苦 天天出去卖菜 但是我相信 爷爷奶奶一定很爱他 爷爷奶奶爱他的很多细节 他记住了 这些细节到了现场 变成了 我孙子要吃 算了我不要了 他怎么回家 让他的孙子开心呢 他一定记住了 爷爷奶奶哄他开心的 好多好多细节 善良就是同理心嘛 那么有些同理心 可能来自最柔软 最温暖的记忆 有爱的被爱滋养过的心灵 长大之后 就特别容易滋生出美好的东西 善良 爱 理解 同情 这是会自然而然地 生发出来的美好情感 以前小时候爷爷奶奶 也是为了省点钱 然后很早就出门卖餐 什么的 就为了几毛钱 就这样很辛苦很辛苦 因为他就是在这样的 美好的环境里 情感流动的环境里 在长大的与平复一关 爱是一种风足的感情 他在这种风足的状态下 长大 他会自然生发出爱 然后他还会心细如发地 处处都替别人考虑 你看他甚至考虑到了 我要是和我这个同龄的 女孩子吵起来了 那老人家就会很不安 如果为了一个老人 然后我要跟另外一个女孩子 要吵起来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老人家一直说 这样子他肯定很过去不去 然后从这个一包糖没有买 脑补到 那爷爷回家 他对他的孙子 孩子会失望 我们可能现场在那 都不一定能想到的 这种这么周到的细节 他都想到了